供应首付回国 还是国内好 原来这空气比公安钱多了 不是说找到我是下落了吗 老爷夫人少爷现在正在邻家当上门女婿 因为你们还没回来 所以我们不敢轻取妄动 上门女婿 简直荒唐 快到我们过去 我不知道一人为什么不回来 说哪都不回来 我每天把房子收拾那么干净 地也脱了房子也拿走 怎么样 你还没看着我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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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跟这个费人离婚 我看着我就烦 哎呀我现在没空 下午吧 你真要跟我离婚啊 当然了 下午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去民进局 这离婚之后去哪住啊 大厨房闹鬼 我什么时候去大街 嗯 这离婚之后去哪住啊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那个就是我儿子 你呀 就利用电情大错这个理由 把罗斯莱斯给我儿子送回去 是是是 放心吧儿子 手的云开见明月 时机已经到了 儿子 就要开始了 了 你儿子 你儿子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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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你也瞎呀 大宝货找死啊 后座 这可是我老板刚买的新车 都让你刮慌了 奔驰啊 还知道奔驰啊 那就好 黑钱五十万少一个字 老子把你剁了 啊 你说大哥你搞错了吗 是你错了我呀 我费什么钱我走 那没钱没钱老大人的土培 敢欺负我儿子老娘跟他拼了 干什么呀 没看见他们欺负咱儿子的吗 我不替儿子报仇 儿子挨揍了怎么办 你急什么呀 你没听说过吗 不经一番寒澈谷 怎得梅花扑鼻香啊 我们好家儿子 哪个不是经历磨难之后 才有一番成就 你这么过去跟他相认 那是害了他 那怎么办 就这么看着他挨欺负啊 我自有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 你去帮我这报仇去 是 咱们俩呀 就在这安心的看戏 还有没钱 大哥 讲讲理啊 你这车不是我做 再说 我也没钱 没钱 没钱 老去把你打得有钱为止 来来来 住手 贵客 您没事吧 啊 贵客 我 对 说的就是您 我们的贵客 对我们贵客不敬 大钱 方经理你搞错了吧 他怎么可能是你们的贵客 这家伙上下一副穷酸样 我们老板才你们贵客 告诉你这一匹的上百来万的车 别说是一百万 千万也不行赶紧道歉 不闪 杀了 哎 对对不起 他的车干点 对不起我错了 哎呀你算算了 道歉就不用了 他把我的车放了 赔我钱那钱 赔钱 你这不进风车 我奔驰怎么办 这什么特别路车 这个车花了我好几千呢 几千块钱 你过后我的奔驰 我老板的车 不就是一辆奔驰吗 这位 可是我们尊贵的劳斯莱斯车主 让你赔几千块钱 什么 劳斯莱斯 您看 您是路过我们门店的 第888位新闻 所以 您将获赠 我们店里的劳斯莱斯一辆 就点 你们搞错了吧 我最近倒霉得很 怎么可能中奖 当然没有搞错 说的就是你 方经理啊 您上面写的是 第888位新闻 我和这家伙一起路过的 您应该算我 说啊 人家都说是给我的了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抢啊 算了 不算了 说个屁 赶紧给我赔礼道歉 我赔的卡 车给我砸了 谁呀方经理 你少跟我废话 给我砸 哎 别砸别砸 我赔 我赔 我赔就是了 贵客 您看看 够不够 呃 够了够了 嘿嘿 经理 你 人还怪好 贵客 您太客气了 来 走 进去我带你看看 属于你的劳斯莱斯 哎 来 好嘞 你给我等着 我去啊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哎 就那个大车得不找钱吧 好先生 您不用羡慕 这些车呀 给你们老四来四相比 哦 哎 你怎么知道我叫 哎 哎 哎是这样 为什么我现在临时还有五片 好先生 您自己啊 先随便看看 我马上就回来啊 来 给您办的零首付分期 好 等我搞定了那个女人 好好来照顾你的生意 哎呀讨厌 那么多人看着呢 哎 零首付分期 那也不是相当于免费就把车开走了 你也想零首付提车 嗯 不是 我就是来提车的 提车 对啊 毛三思吗 你 提车 还要劳斯莱斯 对啊 我正纠结啊 你说我是提库里男还是换人 算 还是换人 听他们说啊 换人是兄弟话 果然是人长得越丑 想得越美 就你 去提劳斯莱斯 你咋不上天呢 你看他穿的 就跟他个简破那儿似 你是不是来蹭坑条的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 再说了 一个零首付分期买车的人 太好意思说我 我看 你才是来蹭坑条的吧 你个臭药犯的你喊什么啊 哎 怎么了 你能零首付买车 还不让别人说了 哎呦 卧槽 你还喊 刘老板别动手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跟这个蹭坑条的土鞭 跟他计较什么 我都说了 我不是来蹭坑条的 我真是来提车的 对对对 你是来提车的 来提劳斯莱斯的行了吧 刘老板 你不是还约了女朋友吗 你先去吧 我来好好招待招待 这位尊贵的劳斯莱斯车主 我看你们呢 正在好好审核一下进店人群 别什么垃圾话 你带我儿子进来的时候 没有暴露我们吧 没有 您放心吧 那就好 我们暂时不准备跟他相认 所以他的身世 一定要守口录平啊 明白 你就不用去了 我这个当妈的 第一次送儿子礼物 怎么也得亲自送到他手上 这位贵客 你的销售经理是谁啊 快让我看看你的劳斯莱斯啊 好像是 方经理了 人呢 什么 方经理 那可是我们店长啊 你这穷鬼 春油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 我们方经理服务的 那都可是身价上亿的高端客户 你这一穷二白的臭乞丐 还配上我们方经理服务 蹭完空调就赶紧滚 少在这春油 啊 你这什么态度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这个态度怎么了 我每天接待的客户 那都是身价上百万千万的客户 我跟你说话已经是你的荣幸了 少在我这里得便宜还卖官 你给我滚 怎么跟我儿 跟贵客说话呢 我说什么不 卖了几辆车把你能的 真以为自己是人上人啊 还学会狗眼看人逼了 不是的 是他 他进来也不买车 我怕他影响其他客人 所以 你是当我龙啊还是当我瞎呀 你被开除了 滚 好开除的好 这种人在这种店里面 简直就是丢人 我都说了我是来踢车 非说我是来送护条的 他又赶我走是不是乞丐 什么数损 什么 你还敢说他是乞丐 说让我错了 晚了 晚了 把他送出去 小伙子 别担心 阿姨啊都帮你解决好了 看看这眼睛 这鼻子 简直跟我一模一样 性格也好 刚才那人这么说 他都不生气 真想马上就把他认回 阿姨 谢谢你 不过 你是谁呀 哎 还有 刚才风经理去哪了 你们是不是反悟啊 不要送我车了 怎么会呢 风经理啊 刚刚有事去忙了 现在换我来接待你 来 与贵客看看他的新车 我去啊 这次劳斯莱斯啊 恭喜好先生成为我们住入位的劳斯莱斯车主 愿丹丹女神能够照亮您的事业与前程 愿世间美好与您缓缓相控 小伙子 小伙子快看看 喜不喜欢 要是不喜欢 才给你换 喜欢喜欢 不过 这车真是免费 你们不会炒我要什么 天价手机费吧 当然免费 我们这活动啊都是真实的 哦 哦 这个是车钥匙 现在就可以开的啊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这下 老司丹丹坏了 这家人肯定会想 说别的一高兴 不搞离婚 嗯嗯嗯嗯嗯嗯嗯 喂老婆 闭嘴别叫我老 来转咖啡馆 签字离婚 老婆你听我说啊 我现在有钱了 我有一点老子丹丹丹 少废话赶紧过来 转咖啡馆 离婚 那个 啊 阿姨 那这车我真开走了 开走吧 我呀 这只手机还在办理中 等回头 阿姨给你送过去 哎好 谢谢啊 谢谢你吧 不是 林总 移婚协议已经准备好了 你今天还和刘少林的吃饭 时间还来得及吗 也不知道郝小剑那个费有性模式是什么 你还以后 他莫非不想离婚 这可又不是他 喂 喂 燕儿 你那个粪部老公答应给你离婚了吗 我刚买的了一百多呢奔驰 我现在过去接你吃饭 我先索安咖啡等他过来签字 你先过来接我吧 好嘞 我现在就过去啊 刘总 这种大块 人如其名 随随便便便就一辆百万几的吞吃 我当然不过心愿 只不过就是有点可惜 这婚姻里 我们家就等于 少一个免费保姆 是有点可惜 听说他在你们家 成天做家务 早递洗衣服做饭 无所不能 而且还样样精通 林总你现在 每天过得这么滋润 我都想要一个了 不好意思啊 刚提的时候 开的也不太熟练 所以来吧 浩建 谁让你乱买电动车的 我们林总每天 辛辛苦苦赚钱 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就算了 怎么换我们林总的钱 花得那么心安利得呀 没有啊 我们要花样的钱 我没提电动车 我提的是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 浩建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只有你这样一个 只会刷锅洗碗的废物 还买劳斯莱斯 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 是人家做不用送的 好想听啊 我知道你不想 但是你也不用跟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不解 不会让我对人感动 反而会让我更激烈 我真的有一辆劳斯莱斯 够了好想听 我怕你看 你想跟我离婚 不是因为我没钱吗 你看 现在会有劳斯莱斯会 是一千万的 一千万 哎呀 你自己都说值一千万 你看你浑身上下值一百块吗 还一千万 郝小剑 我没想到你有一点本事 没问题了 还开始学会吹牛了 老婆 我说的都是真的 郝小剑 当初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你身无分 我本来以为我给你时间你就会成长 可这三年都过去了 你除了洗衣做饭 一点都没有男人应该有的成绩 三年 你依然已熟 我告诉你 我离婚 今天这婚是病了 浩健 你知不知道 追我们临走的人 从云城排到了青州 不是业界名流 就是商业巨额 就你还不想离婚 你配吗 哎 算了是秘书 夫妻一场 我也不想太过难看 郝小剑 赶紧把字签了 咱们好去好送 林总 你就是太心软了 好家 我跟你明说了吧 早在两天前 我们林总就答应了刘少的追求 不仅如此 刘少刚刚还提了一辆百万级别的奔驰 现在 就来接我们的林总约会的路上 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什么 一包就绿了 好 你说话大子 不是这么能径 我和你结婚三年了 连手抽也不hay 你在我们林想本来就等于 一个免费的保姆 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有名而不是 还用得着绿你 是 结婚三年 也是同百好 这算哪 叔叔 算了 编抅辑太长了 你找个老婆好好 Proton 你那樣的女人 我自己也不認識 以後別來撒 是啊 好像你不是都開的請假之千萬呢 老私來私了嗎 要什麼樣的女人 何必糾重啊 我民眾不方呢 什麼 有道理 什麼 我說你沒說就行了 我只有開的女朋友 實是有事 我只要開的女朋友 都會說什麼樣的語調 幹嘛丟著你那顆白骨碎碎 你說什麼 到時候比你溫柔 給你丟的女人多的是嗎 你不離婚吧 啊 簽了 校長 你瘋了吧 真以為自己有勞斯萊斯呀 好小天 我知道我跟你離婚你很年少 也沒必要甲仲軒 非要編什麼虛構的勞斯萊斯 來欺騙自己 你要是實在想哭啊 我不會嘲笑 好了 先好了 咱們倆已經離婚了 以後啊 你一送你的腰關道 去找我的小老伯伯 拜拜了您的 快點 你走 你家我瘋了吧 算了 我就是禮貌 元少爺到了 你不是 我還 你幹嘛 我還想問你幹嘛的哎 哦 哎你不是那個那個 耶 為了慶祝你順利離婚 刻意給你買的菜 林總 我少爺您可真好 哎 你不是說你買的兵池嗎 這是 這 嗯 這個 這車是我爸的 這不巧了嗎 沒想到在這碰著了 啊 你從什麼時候蹭我兒子 浩賤你胡說八道什麼 這死是劉少 再胡說八道 撞你的嘴 哦 原來就是你綠的我啊 你 就是淹人那個 廢物老光 你們認識啊 認識 太認識了 我買車的時候 看見他去4S店裡蹭空橋 差點被人銷售趕出去 真是沒出息 幸好我們林總和你瘋了 還是我們的劉少厲害 百萬級的奔馳說買就買 家裡還有一輛老斯萊斯 太厲害了 劉少 這車也太好看了吧 就說這車還有星空頂呢 你可以打開車門讓我們參觀參觀 對呀 聽說這車還有星空頂可好看 哎讓我們看看 看什麼看 你怎麼說不講話 不會懷悔不講話我們做無車的 不反悔不反悔 我可不反悔 劉少爺吧 會把車打開讓我們看看 看什麼看 把我車做髒了怎麼看 這麼貴的車 洗一次車的錢 夠你花三年了 我也是 我沒帶鑰匙 咱們開這個 新買的奔馳S級 一百來萬 這車好看 也行 那我們走吧 零首付買了車 還好意思說刮了一百萬 你胡說八道什麼 你可別急啊 我就隨口一說 郝小剑 我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 自己買不起車也就算了 還看不到別人好 沒錯 人家可是常常有家大事 一百萬對方來說 只不過是兩車的零花錢 他會零首付買車 我今天剛在4S店過來的 這還能有假 你一個蹭空調的雄搔鬼 你別誣陷我 你不就是看 燕燕跟你離婚跟了我 又看我買了這麼好的車 你心裡嫉妒嗎 你有本事 你也買輛車呀 咱就不說百萬級的分池S 哪怕是輛桑塔納也行呢 你這破車 你白給我都不要了 自己有車 什麼你有車 這輪車 不是啊 那 好水S 郝小剑 你還吹上牛了 這你買的大火機的 不是大火機啊 這就是我 郝小剑 你能不能不要再吹了 這牛都被你吹的滿 人家流暢都說了 這車是他爸的 你還在這胡說八道 真是笑死個人了 你一個 只能去4S店蹭空頭的雄雙鞭人 你打得起這種車 你說這個車是你的 來來來 打開給我們看看 你就別為難他了 我都說了 這車是我爸的 價值一千多萬呢 他怎麼能打 他要只能打開 我跪下喊他爺爺 啊 你 什麼 這車真是他的 真是他的 哎 你說 我該叫你乖兒子呢 還是乖孫子 這什麼情況 你你怎麼打得看 劉少他爸的車 當然因為這車本來就是我 你看 我來了時候跟你說了 剛才又給你們說了一遍 你們不信 我有什麼辦法 劉少 你不說這車是你爸的嗎 這怎麼回事 是 應該是看錯了 這車跟我爸的車一樣 好 來 你看我 打得跟你爸像不像 劉少 你覺得是看錯了 還是故意騙我的 他 他就不是看錯了 他呀 是压根就沒見過這麼好的車 剛才不還要跟我的車拍照留念的吧 啊 劉少 要我說呀 你大可不必這麼麻煩 你想拍照裝批 跟我說一聲不就得了嗎 來 再拍兩張 我跟你一起啊 畢竟能跟最貴的老子來斯車主一起喝呀 也算你的榮幸嘛 愣著幹嘛呀 來呀 你都不要開空頂吧 進來啊 我不嫌你們咋 你得意什麼 我不就是看錯車了嗎 輪到你在這裡要平衛的嗎 哎 我好心好意要求你們進去拍照 你罵我幹嘛 好心 我看你就是打腫臉充胖子的 知道今天燕兒跟你離婚 刻意跑去4S店 租的這輛車吧 不是啊 這車真是我的 不是租 你一個只會洗衣服做飯的家庭主婦 你能買得起這車 你是當我少 還是當燕兒的 郝小劍 我還真是小看的 沒想到你為了挽回我 連租了歐斯蘭斯這樣的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這樣只會讓我更加看不起 這麼愛不羞肉 幸好我們林總和你不分了 真是表情 這車呀 真不是租的 這是人家搞活動送的 活動送的 什麼活動送的 送歐斯蘭斯 你告訴我 我也去參加一個試試 那你沒機會了 這車呀 是人家4S店搞活動 隨機抽取門店路過的第88位姓人 贈送歐斯蘭斯 你現在去 你也不是888位了 這家伙 吹牛都不打草稿 才門店路過的第888位 幸運兒送歐斯蘭斯 好 郝小劍 你是真拿我 傻逼呢是不是 我說的是真的 夠了 郝小劍 我不想再聽你這支謊話連聽了 你現在立刻離開 馬上從我眼前消失 一個情愧 也敢在我面前 我的小奔馳 雖然比不上勞斯蘭斯 但也是我正兒八九花了一百萬 哎 你說你花幾萬塊錢 至於一個勞斯蘭斯就為了撞個B 有這幾萬塊錢 你存著回家種田不好嗎 什麼 幾萬塊錢 好啊好小劍 你是不是套我們林總錢了 你這樣的窮鬼 哪來那麼多錢 租這麼好的車 哎你說你租什麼呀 到了最後 我還是人才兩頭 老佩也跟了我 嗯 還是自己的車開 是不是 哎你說你租的車 這萬一是磕噠碰的 你個窩囊費 怕是賠都賠不起我 哈哈哈 一輛破分池而已 很了不起嗎 方經理 您怎麼過來了 就一輛奔驰而已 你怎麼還親自過來啊 一輛奔驰而已 你好意思吃 小伙子 這個就是你了啊 哦 不是不是不是我們已經離婚了 離得好 這種勢力的女人呢 配不上你 對 四老太婆 怎麼說話呢 罵誰呀 方經理 你什麼意思啊 我好歹是你們的貴客 沒有什麼隨便打我朋友 貴 就是你 歸變成 好先生 這是您的勞斯萊斯手續 貴户流程已經全部辦理完畢 從現在開始 這輛勞斯萊斯已經完全屬於你個人了 什麼 這車真是他的 當然了 好先生可是我們的貴客 他可是路過某門店 第八百八十八位幸運兒 我們門店送他一輛勞斯 你有什麼問題嗎 剛才說的竟然都是真的 這也太離譜了吧 啊 什麼離譜 這明明是我運氣 沒錯 這孩子啊 一看就是做富多財的樣子 這不是你離婚了 阿姨給你介紹個好具象 好好阿姨 我現在有錢了 這回你可以給我介紹一個 又漂亮又溫柔的那種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們都已經離婚了 你有什麼資格不同意 還有你 剛才是不是欺負我們好先生了 我什麼 還不趕緊給好先生表現 算了算 我現在都是尊貴的勞斯安斯車主 說到一個零首付買車的人計 怪不分 零首付買車 還好意思說我們好先生現要 來呀 把他這破車給我砸了 我猜要看看 沒了這輛破車 他還怎麼笑著 不不不 就算我是零首付 那也是我貸款買的 你們這樣是賣法 劉大款 你這車還真是零首付買的 好啊 你個劉大款 每次自己多麼多麼有錢 買個車竟然是零首付 還愣著幹嗎 咋呀 哎 哎 哎哎哎哎哎 不得了不得了 哎哎哎哎哎哎 我的車一百公元貸款 這砸了我怎麼還呢 你怎麼還跟我有什麼關係 照著啊 不得了不得了 我們這是賣法 我剛才查了一下 這輛車是賄賂了銷售陳美利 違規辦理的零首付 根據公司的規定 合同不限 所以這輛車我們不用打了 直接開手就好 還是違規辦理的零首付 周大環 這就是你心虛擔擔說要給我買的車 南部車 你讓我跟你喜歡車帶 總是一家人熱騰騰騰 啊 好你 我怎麼不願意看這車業 生早的照片 還真是 好你 不僅賄賂我們的員工 民屬不服氣 現在還對我們的新車造成了死的 現在這輛車已經影響了二十七張租 你必須全款買下 另外 還要緊納違規使用費 不夠兩百萬 啊 兩百萬 哎 得了 你的名字都這麼有錢 你不會連二百萬都拿出來吧 好小剑 你他們 你給我這嘴 再敢多說一句話 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非洲去 阿姨 今天謝謝你 不過 你到底在幹什麼 看你的樣子 也不像是個小手 你呀 就把我當成那家車行的老闆就行 小剑 所以說 你現在真對我老三思了 這核桃都在這了 這樣不明顯嗎 啊 小剑 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有誤會 要不然你跟這事兒 再改個商量商量 不用商量了 商量什麼商量 回頭啊 阿姨給你介紹個更好的 覺得你花特別一百倍 阿姨 你人真好 林燕 你不是答應跟我在一起了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 劉燕 這話可不用亂說 讓我老公用費了 你就不怕 劉燕 你就別廢話了 我們林總的老公 可做勞心乃心的人 不像某些人 沒錢還要裝大款 零首付賣車 真是夠溜人的 我零首付省了 我零首付 起碼我跑到此月後 你以為他有輛勞斯 來說就了不起 像那種頂級豪車 因為養護費 有好幾萬 他一個家庭主婦 他有錢嗎 他養得起這車嗎 誰說他沒錢了 我來 我來 這些都是給我的 沒錯 都是給你的 為什麼呀 郝先生 事情是這樣的 由於我們手續辦理過慢 導致您的車產生了貶值 作為補償 我們決定補償您五百萬 您对这个数额 五百万 如果您对这个数额不满意 我们还可以再协商 不用了 我觉得五百万确实有点少了 确实 确实得一千万 哎 严儿 怎么回事 人家已经送我一顿老死来死了 还要补偿五百万 我不能再为难你了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这也太善意灵力了 这个儿媳妇绝对不能要 太势力养了 小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赴婚吧 好不好 这个是阿姨的名片 你拿好 回头啊 你打给阿姨 阿姨来安排 他们过来呀 你随便挑 喜欢哪个选哪个 好 门 对呀 我可以随便选 当然了 但是记住啊 千万别吃回头草 阿姨这还有事 我先走了 闲就给你放这了 嗯 小剑 你还要唱 我也喜欢你啊 你不太喜欢钱了 我想找一个喜欢我的 就这样我先走了 小姐我也喜欢你啊 你放屁了一眼 昨天晚上你还说只爱我一个人呢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长相谁爱你 小姐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 我后悔了 你复婚好胖 不行 我得去找更漂亮的 这天太热了 我上车上凉快去了 那怎么办 这家伙好像真的变得很有钱了 还能怎么办 我一定要往不小心去 至于你嘛 一个没精装大头的骗子 以后别让我走开 过来 好 丁烟 你让我等着 沉溺什么 这天太热了 快把车开过来 丁总 丁车今天信号 嗯 哎呀 这边我们天儿可真热呀 搭着车的没有 哎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没打到车吗 不是呀 我们丁总今天的车信号 你看这地方又偏 肯定不好打车 这太阳也这么大 要不 哼 没车呀 还好乐 你们打不到车 就赶紧多数几软件 要咱就等很久的 我得赶紧去找那个阿姨了 她得给我叫我相亲了 我先走了 好小姐你真贱 这个丈母呀 天天闲就没闲 这一次我拍劳斯安私会 我看咱们闲就 这么多钱 我放在车里也不安全 合着这么多箱子 安不动 哎 有了 這好在還可以裝衣服 站著這屬廢物 你老家裡沒垃圾 這不是垃圾 那不是垃圾啥呀 我問你 鴨儿說和你離婚 離不離 我這不回來收拾東西嗎 明天晚上我就慢走 哎呀 這裏呢 自我都欠了 這還有假 算你小子失趣啊 那一纏著鴨兒 你趕緊的 進入收拾去 收拾完了趕緊給我滾蛋 把你的破垃圾 趕緊扔弄別玩去啊 臭屍 說多好別啊 這不是垃圾 不行 你久不看了 這個死了也 偷我家倒東西 哎 我說你這些破垃圾 就路邊的乞丐都不洗得走 你收的幹嘛呀 這都用錢買的 當然得收拾 也是哦 就你這種窮衣 除了這些破垃呢 沒啥可穿的 誰說我是窮鬼的 我有錢 有五百萬呢 五百萬 好小姐 你是不是瘋了 你知道五百萬是多少錢 這你買菜都是我給你錢 看五百萬呢 五百你能不能拿著呢 真的有 你怎麼不信呢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啊 我看著你我就會錢 趕緊收拾把公司選啊 不過我警告你 你收拾把公司選啊 你從我們家幫忙去 是希的 最好是在一起 不過你 法小店 你別怪我們 給你們的過癮 我覺得我女兒 身邊是大公司 你姥姥走 就你這個廢物 再一上 成了 高興就好 好 你別害怕啊 老高欣喜的 就在門口 你嫁了 你跟她一 他闺女啊也可以 太好了小姐我就知道你不回来的 我们也就离婚了 你干嘛这样 你不是跟那个刘少奇约会去了吗 怎么回来这么早 你这是妈 我决定不和小姐离婚了 什么 妈 你不知道 小姐 有钱 不行 必须离 你跟着废物有什么用啊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我看你也是脑子坏了 听什么你说不离就不离啊 你废物 你怎么说话啊 我都跟他离婚了 我这么说好了 鸭儿可以跟你离婚 但是你凭什么这么说话 当然是凭我有钱了 你有钱了 就你个废物最新 整天也就是跟我们家刷肉碗西一锅 你哪来的钱呢 吹啥牛逼啊 我告诉你啊 少我耍心眼子 啊你一个样子这样就不合你了 哎 妈 你快别说了 你不行 现在 现在 行 我说你这个死了 你让他过什么迷婚汤子了 就他那个小样子有啥钱呢 我说你是不是收拾完了 收拾完了就赶紧滚啊 我看见你就烦 哎 想了 看见你也烦 哎哎哎 不行不行 鸭儿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俩就离婚了 我不可再跟你复婚了啊 咱们借你 滚不滚啊 别废话 赶紧滚啊 我都不能跟你复婚 你说什么话呀 啊 刘少年又怕人物 你不要 你跟这个废物 废什么话呢 你今天理得理 不理得理 我想啊 你别缠着我们烟儿 真以为我稀罕 哎 妈 妈妈别添乱了 别回来 小剑 哎 小剑 你先别说 我们再聊聊 你给我回来 你到底是一份了 啊 俩 咱们已经离婚了 你再这样我报警 哎 不行 我今天必须复婚 你复什么婚啊 复婚啊 又赶紧的废物 就得饿死了 哎呀 妈 我别说 小剑 我 钱 钱 妈 这废物 忽然这么有钱了 哎呀妈 我都说了他有钱 我说了 我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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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要我要拉着我 我告诉你啊 我的钱要少一场我跟你们没完啊 哎呀 这就是 怎么有钱呢 哎妈 就在今天 你为什么不肯定我把他收完呢 这这突然 你这我也不知道这这么有钱呢 不知道这多着呢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但有钱了 我还有一定 老死来私呢 他竟然有 老死来死 他这身子不得切碗呢 啊 好想切碗呢 啊 那啥 那个小剑呢 之前呢 都是妈做礼物 啊 马下你道歉 啊 赶紧混不理 是啊 小剑 之前我和妈还跟你没出去 所以才过那样对你 现在你有钱了 我们也知道错了 咱们不离婚了 行行 哎 那可不行 我还要去找漂亮老婆呢 这些钱啊 都是我的老死本 你们一分也别想要啊 看看看 就是都看着破本件 儿子都离婚了 你都不知道 离婚了 儿子找的那个女人啊 就是个视力眼 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土大款 他得跟他那个拼头啊 合起火来欺辱咱儿子 还逼着咱儿子离婚 我都气死了 哎呀 这回事啊 我不管 你现在就给全城的 铃铃铃铃铃打电话 让他们的女儿啊 过来找他儿子 让儿子随便听 别生气啊 我打 我现在就安排 哎 李秉叔 你立刻联系 全城所有的全国名领 让他们的女儿 去找我儿子 看谁家运气好 能被我儿子看重 然后嫁给他 当他老子 听懂了吗 好 这还差 什么 找老婆 找什么老婆呀 铅儿不就是你老婆吗 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复婚呗 你不是不只喜欢铅儿吗 可是我现在不喜欢了 你 小夕 我知道我们这件对你不算好 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我敢行吗 再说了 要是真离婚的话 你还得出去找房子住 还得花好多钱 这多不划算啊 我现在有钱了 我还租什么房子 我可以住酒店的 不对 我有钱了 我也可以买房子 我买房子住啊 不行我得走了 我买房子住 哎呀你别拽他 他就是个土豹子 你有钱了 你也是个土豹子 你就你 你找不到比他强的 我 哎呀 小先生了 我们来向你求婚了 求 求婚 疯了 疯了 你们跟他求婚 我告诉你们 好小天叔老公 你们别想跟我抢 我 上京徐家独女徐沛 申家问 我想跟谁求婚 又得找你才会 我 海城郭家大小姐郭一林 来的时候就听说你这个女人有眼无珠 想跟我们小剑哥哥离婚 现在跟我们抢 没门 我叫李倩 是第一国画大师李承山的孙女 林小姐 既然你已经和小剑哥哥离婚了 那就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我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吧 你们应该都认识 哎对对对 我认识你 你不电视里那个女明星吗 我靠 你也来跟我求婚 还是小剑哥有眼力 你就是林安二吧 小剑哥哥的那个前妻 我王毅可粉丝上意 更是无数宅男心中的女神 或许其他三位还有次跟我抢一抢 那你 别我们家的保姆都不如 还是回去洗一洗 早点睡吧 别耽误我跟小剑哥文言会 疯了疯了都疯了 哎你们要身份有身份 要地位有地位 咱这废物求婚 你刚才叫我老公什么 王毅可你少不要脸 小剑哥哥可是我老公 你不好好当你的大明星 抢我男人干什么 什么你老公 明明是我老公 小剑哥哥 你自己选吗 看看你喜欢谁 小剑哥哥 我可是当红眼明星 追我的男人 可以绕地球三圈 你的戏子而已 你真拿自己当什么万人迷了 小剑哥哥 先我 等我走了 等来你们都学我 三 你们 你们能不能问问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当然可以啊 小剑哥哥 你喜欢谁你就直说 我都听你的 你们都说要和我结婚 不是骗我的吧 怎么可能 之前是不是有个阿姨说要给你介绍老婆 对啊 你们都是她劲来了 是啊 看 只要你一点头 咱俩就去脸证 我去 这么好 我记得刚才有人说我这辈子也找不到一个好老婆 你个臭老娘们 居然说我们小剑哥哥找不到老婆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骂人了 这个臭老娘们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小剑哥哥 我实在是受不了 郭小姐这话虽然延期俗里面 但广告是没有道理 她说话实在是有些故事 我觉得郭小姐说的也有道理 那身材论药吗 我们四个 哪个都给她行 而且 这次不用了 有了 你是冠军 看见了吗 小剑哥哥 这算是 小剑哥哥 你要是能跟我结婚 我家可以陪嫁十套市中心的方法 对 我说的是上京的事情 上京的地产 那里 活你十个月啊 你要是跟我结婚 我肯定保证 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 并且 每个月的零花钱是五千万 天天跟我游山玩水打游戏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 五千万零花钱 还有 你忙哪做 我跟你说 你一百星 在那排不到一块去 我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不过 你要是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可以一心一意做你的好期权 你要是觉得不太合适 我们也可以先不着急领导 先逢聚一段时间演习 小剑哥哥 考虑一下我吧 小剑哥哥 你要是跟我结婚 我可以保证不当心的习生主 反正我也比较忙嘛 我还可以介绍给你我的好朋友 好姐妹 反正都是一个圈的 她家一起出来玩了 而且 你们很放得开哦 你在做什么 这 这也太严选了 要是只有一个人 一下来四个 妈 我都好喜 不喜啊 你怎么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 这个男人我要了 哎 这个好小店 怎么认识这么多 有钱有事的美女啊 他你都不认识 这位 这位可是龙国名人圈的负责 只要他到的地方 必将吸引在场所有人的云光 随随便便一支疤 就是普通人一辈子的生云 家世线 家世线各不说 以前还获得过全球最美面肯享第一名的金钱 他一来 我们都没机会了 好吧 既然孟大小姐喜欢 那我们 震赌服输吧 孟与飞 我知道我挣不过你 但是 你等着 绝对不会放弃的 希望孟大小姐好好对待小店哥哥 千万不要像她前妻一样 孟大小姐 我可不打听关系 我要跟你恭喜你 道歉 我只和我实力相当的人竞争 如果你不想被雪藏的话 建议不要说我不爱听的话 告辞 既然孟大小姐来了 那我们就走吧 那怎么 舍不得 不是 不是说好让我自己选嘛 放心 他们有的 我都有 他们没有的 我还有 我 才是你最佳的一选 哈 真的吗 当然真的 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孟与登 龙国第一财团 孟是极端的总裁 从今天起 我就要成为你的 没有什么事了 您是龙国第一财团的孟吃集团的总裁 总年你也要跟他结婚 怎么 你用一些 孟大小姐是吧 我跟你说 这个好小剑呢 就是平平淡淡的这么一个普通人 你要跟他结婚 我跟你说 那委屈了你了 你不不像你燕儿 燕儿跟他出很久了 那感情方面呢 也特别合适 哦 是吗 小剑 你觉得你们合适吗 不合适 不合适 听到了吧 小剑说了 你们不合适 所以呀 你不要再纠缠好小剑了 你要说什么 放心 我是不会对你这种 一体的女人揍手的 不过我请到你啊 既然你已经离婚了 你就不要对我的微婚夫动翻信息 否则呢 我是不会建议 你让你们小破公司破产 走吧 嗯 去吧 结婚 咱们俩 这就结婚了 这能了 还能讲 你不嫌疑 我为什么要嫌疑 喂马 怎么了 丫丫头 赶紧给我回来 人家胡少马上就来下片礼 人去哪了呀 下片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的婚姻我要自己做主 东西你先别穿 我马上就回去 怎么了 你爸你妈 不同意你给我结婚 哎 没有的事 但是 家里去吃点事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吧 不行 我得先就把这些钱 放一行存起 那你先去存钱 地址不行 翻顾一下 想不到还取得一个笔店 还漂亮起 哎 你 Kings 你背那丫头跟咱儿子结婚了 我这心哪 可算是放肚子里了 是啊 女非是个好孩子 咱儿子跟了她 不会受苦的 放心吧 放什么心 人家那个不要脸的丫头 到现在还缠着咱儿子不婚呢 那个女人视力的狠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讓你咱兒子吃虧的怎麼辦 放心吧 吃不了玩 來 一會兒兒子倒一號去存錢去 咱們跟我去 我那卡你們 又收到幾個零 兒子有錢了 能吃虧嗎 那還等著嗎 現在就去 去去去去去 不過我告訴你了 咱們身份暫時不能暴露 你別到時候 我知道了知道了可以走 好 你還記住你 我想看羅斯莱絲 我都把我扶住 不是 什麼女人用羅斯莱絲才能追 你腦子說被鯉蹄 哎呀不是我 是他那個前夫 我還要給我未婚妻封篇禮 別想要寫什麼 不要 你別想 我 沒張眼睛嗎 你懂得不上 黃小健 不是你啊 我 假大管 你怎麼在這兒 你全家都是什麼 這土鱉誰啊 別人呢 他就是那個女人的神父 如果不是他 你給人走回我室友 就這麼個土鱉 啊你 啊 你才是土鱉 他就是自己光大把被發現了 才被甩了 跟我同關家 哎 哎 小心 小心我終於找到你了 哎你別動我啊 我可是有不知夫 是 你不對啊 你是復興者你來來找我的嗎 找你 你一個假大管 老年會看 就這麼個女人 把女人的身份跟老子 不是 出來吧 你真是個廢 這個女人搞的樣 看我的啊 把你放草子跑回來啊 哎你啊 這些一看就是個禽 跟他有什麼好人 這裡 有十萬塊 只要你跟我表弟和好 這錢 都是你 怎麼樣 哇靠 十萬 這麼多 十萬塊而已 對你這種土鱉來說是不是 但對我來說 就是兩天零花錢 錢 哎 你這麼敗家 你爸不揍你啊 十萬塊錢 還真多 就這十萬塊錢 你好意思嗎 拿出來丟人 臭娘嗎 給臉不要臉是不是 啊 就十萬塊錢而已 也好意思拿出來跟我裝逼 我告訴你 我老公可比你們有錢 我 哎 咱倆已經離婚了 而且我都結婚了 你別你別 你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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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他們還在這兒呢 拿我當中氣是不是啊 呀 你都跟他離婚了 還嘗嘗他幹什麼啊 我那個車是意外 我其實很有錢的 你不信我我表哥 我表哥他開銀行啊 他開銀行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一個零寵貨 分機買出了假裝品 你再有錢 那由我老公有錢嗎 就這個土地 他有錢 他那有什麼錢嗎 不是 那你是不是豬呢 你好歹是我胡來的表弟 走什麼走 他有錢 沒錯 我告訴你們 我老公啊 有個事情 有錢 他有錢能有我有錢嗎 你看看你看看 又在欺負咱兒子 非得給他們點顏色 看看不可 老王快點 哎 著什麼急啊 那是咱兒子 將來要繼承萬億家產的 我就不相信 這點小事擺不平 再說了 你剛給他送完手續 你現在過去 咱不暴露身份嗎 那怎麼辦 也不能看著兒子 就這麼愛欺負 我呀 我親自去 改我的吧 好歹也讓我看看兒子 行吧 這次啊 你要是不幫兒子找去面子 看我怎麼收拾你 OK 是是是是 你有錢 你最有錢 你別聽著瞎說 知道就好 他沒錢 實相的話 就跟我表弟和好 這是你攀拳富貴的機會 就他 還攀拳富貴 一個領手不分欺買車假大款 他不嫌害臊 我告訴你 我老公啊 才是真正的權貴 他 真正的權貴 這小子恐怕買個電兵車都得分欺一包 你猜什麼貴啊 別說 他有錢他真有錢 不是 你腦子是不是跟這女的一起跑的 你看他穿著身衣服 還有什麼錢 我告訴你啊 你可別狗眼開人低 我們小劍更是千萬富翁 我們今天來揪拳私錢的 哎呀小劍別跟他廢話 來咱們來看看咱們 你幹嘛 你還不行 快點他廢話 啊我的錢 這家真有錢 邀哥 我跟你說了你不信 這貨 還要讓勞斯萊斯知己千萬呢 啥 勞斯萊斯 他 開大佬 看見了吧 現金五百萬 再加上外面那個勞斯萊斯 總價值差不多超過兩千萬 就你那十萬塊錢 還好意思拿出一個救人 哎呀 我就讓萊斯送個錢 你們非要這樣幹嘛 哎 我就要來送個錢 你別聽他瞎說 我沒錢 傻倆別別 不就是五百萬嗎 狂什麼呀 我家開銀行的 別說五百萬 就是五千萬 那也是隨隨便便的事 知道我最愛幹什麼嗎 我最愛幹的就是 治你們這些有點小錢 就愛到處裝逼的人 你家開銀行的 這不是印鈔銅銅的 銀行的錢 你能隨便還嗎 啊 是 我是不能隨便 但我可以讓他存不了錢呢 存不了就存不了 有什麼要不惜的 小心我們走 那那樣去比例行走 我 站住 得罪了本 我道歉就要走 我看今天誰敢走 我 給我攔住 阿姨啊 我怎麼看著你就倒楣啊 你都能別跟著我了 你們剛才進來的是 把地板 走 現在跪下了給我鐵 要不 打奪你們的腿 現在跪下了給我鐵 打奪你們的腿 你想幹什麼 你找查了理由 也不用選的這麼便宜吧 別廢話讓你舔你的鐵 我不舔 說你們的又不是我 都是他選的 小劍你 好 那就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可得当心了 这小子像疯狗 见谁 小心瞧我 不愧是我儿子 自己身在麻烦当中 也不忘记关心别人 你说谁疯狗的 信不信老子 谁 你敢打我 你再说一遍 你 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 我爸生的家 好不好 你怎么一个恶情 你敢打我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给你开了 哎 别老了 好 老子给你机会 打电话叫吧 我倒要看看 吴泽他这个银行行长 还这么想不想干了 好啊 大叔 怎么啦 是经理 你真怕他行长 我怕他个锤子 行长 对 行长他有点讲道理 怎么能把客户往外吹呢 这不行啊 对不这小伙子 那倒是 你说我就是来存钱 他都不给我存 没事 大叔帮你存 你给我等啊 我爸马上就来 你确定跟他讲道理啊 别被他害死 他 没问题 我无本 谁这么大胆的敢欺负本孩的儿子 谁这么大胆的 谁这么大胆的敢欺负本行长的儿子 爸 你总算来了 就这个 他竟然敢打我 小妞 就是他 他区区一个银行经理 不把你大行长放在眼里 赶紧把他开除了 区区一个经理 你竟然不把本行长放在眼里 我看 是谁给你的胆子 我看 爸你怎么了 你风湿病患了 行长见经理 给经理下轨 大叔 你什么人 我是 经理 我是经理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矩 那就是行长 见到贵宾之后 那要行跪拜礼 不是贵我 是贵女 对对对 是我定的贵女 你是贵客 应当的 应当的 你们银行对待贵妇的招待礼 还真是气 爸 咱家银行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 住嘴 你也赶紧给我跪下 啊 为什么呀 跪你妈 嗯 赶紧给我跪下 哎 你们这是干嘛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哦 那 啊就当给你们压碎下了 还有剑已经太过分啊 闭嘴 快感谢贵客 爸 他 你不要 不错 找到什么啊 你 叫你跪下你就跪好 你再多说一句话 老子打断你的腿 爸 我 给我闭嘴 贵客 我这腻子别的跟他乱吃了 也不算吧 哎 怎么不算啊 我们小剑就是来存钱的 他都不让我们进也就算了 还让我们跪着把这本舔干净了 你们银行有这么对待贵客的吗 可可 你这腻子 给贵客跪下道歉 把地板给我舔干净 就着我这 这这什么证 你跟他一起舔 我看着他们舔 舔不干净 腿给我打断 哎哎哎 各种哎 爸你完成了是不是啊 哎 爸 哎 贵客 您来存款是吧 我亲自给您办理 你先去 哦 谢谢你啊 哎 你不能进 你不能进去 我为什么不能进啊 他是我老公 我老公来存钱 我没中 啊 你别叫我老公啊 咱们俩都已经离婚了 小姐 陈家里 既然离婚了 那就不是一家人了 贵賓办理业务 銜答人员 盖上小姐 对吧 你一个银行租名 离婚怎么了 一婚就不能婚 不妨长 我劝你赶紧把这种村子 就大小了 你赶紧开除了 市场这给你们银行造成不必要的嘛 谁说的 他说的规矩 就是我说的规矩 好啊 不许去 你 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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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客 钱大人都听你了 里面请 哦 好 哎 过来 去 网费银行卡余格里边 多加几个铃 我懂 我懂 去吧 不愧是我的儿子 不错 真不错 贵客 您的钱已经存好了 另外 建议您是我们的贵客 所以 免费给您升级成了黑金之宗厂 以后 您在云城 凭此卡 和 免一千万的贵 什么 免一千万 多 那 岂不是说 这张卡图了五百万筒 还有一千万 你怕是不知道 我在你五百万后边多加了几个铃 你现在是整个云城除好手负之外最有钱的人了 好的 你人真好 您过奖了 我还得感谢你们大人有大力 不跟我们计较 哎 这一个无权无势 哪敢再迷迹 他不会再点我吧 他可是好手负的儿子啊 我怎么得罪得起 胡来那个逆子 把老子害惨了 不行 我得巴结巴结他 那个贵客 今天犬子多有得罪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您可千万别 拒绝 这是什么呀 老力士 全球限量定制款 仅此一枚 可指纹解释 哈 老力士 这得老贵了吧 贵不贵 一点小心意 您就收下 谁让您收到您的贵客呢 行长 人真好 那我就收下 收下 千万别玩不来 行长 谢谢 以后我有钱了 一定来你们研发存款 那个 那我先走了 我老还等着我回家呢 你们慢走 慢走 终于把这尊大神送走了 爸 爸 你干啥 你干 混账当苦 差点把老子害死了 爸 你怎么还打我 他不就是个小憋三吗 还是个小憋三 你今天不是气梦叫提气吗 赶紧滚哎别来烦我啊好好 哎 爸 你那个商量款指纹解锁 老力士还没给我呢 爸 哎 这个好小剑 以前这么舔着眼 现在竟然跟我甩起脸子 只是气死老娘了 咱俩 指纹录入成功 哟 可真的录入水 这表厉害 小剑 你是不是做完钱了 复婚这是 哎哎哎打住打住啊 我已经有老婆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可能跟你复婚的 该干嘛干嘛 哎呀小剑 你说我们夫妻三年 你就一点也不能就行了 哎 你可别乱说 结婚三年了 我碰都没放过你 哎 你别烦我 我还着急去见我老婆家长呢 好好 你个子 见家长是吧 看我们夫妻 这婚 必须得 这钱 也必须是我 这个视了眼的女人 儿子第一次去见家长 她肯定是要捣乱 不行 你把霹雳赶紧给我准备好 我可不能让儿子丢了面子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一会小方就把霹雳给送我去 什么 你已经结婚了 你简直就是胡闹 说 究竟是谁家的贵公子 让你一声不吭的就结的婚 不是什么贵公子 就是一个普通人 人吗 人吗 小剑 来了 阿姨 您好 我叫郝小剑 啊 宇飞的老公 阿姨 你没事吧 别管他 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叫晕晕 我都习惯了 闭嘴 你这是要把你妈气死吗 啊 孟与飞 你的脑袋是被驴踢了 还是被大额领了 胡哨 要钱有钱凭着富二代不嫁 你嫁这么一个歪瓜烈枣 你是想气死我吗 歪瓜烈枣 阿姨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不是什么卖瓜烈枣 妈 小剑的人挺好的 而且 你也不能以貌去人啊 就他 不错 你 到 你家住在哪 你父母是谁 你家干什么的 你家有不少资产 你知不知道 我家宇飞 买个包都要几万几十万 你能买得起 我妈 我刚被我前妻赶了 但没有钱 马上就要出货 不得 我给你买套包 好了 我到现在还没见 至于宇飞的包 阿姨 你放心 我有钱 几万十几万的钱 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而且我以后还会更加独立 我是欠力 你还离过婚 你竟然长得二婚的 妈 二婚怎么了 都什么年代了 你能不能开放点 你赶紧马上跟他离婚 你看他那个情衰样 还口粗狂点 买几万几十万的包都能买得起 你搁什么买呀 你捡破烂吗 不是阿姨 我真的有钱 你给我闭嘴 别在那胡说八道 胡哨一会就来了 赶紧把这个歪锅猎招给我撵出去 伯父母 我来送屁礼来啦 伯父母 我来送屁礼来啦 胡哨来了 快坐快坐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 送屁礼 让下人送来不就行了吗 还劳烦你跑一趟 阿姨 您这是什么话 既然是送屁礼 那肯定要亲自来才有诚意嘛 口气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胡好脑的儿子吗 你地板挺干净了 骗什么地板 我上次不是去存钱吗 他不得存 然后他爸来了 打了他一顿 还让他把地板挺干净 是这样的表情 这你都成算一样 还想存钱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不必的阿姨 他怎么的 对说老婆家 我在这怎么了 还有 你脸没事 上次你爸打你那俩八道 我看着都害怕 你再敢再放 你心里有大嘴巴抽死你 你知道 对我的男人你客气一点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你带去你的破东西 赶紧走吧 什么 你们结婚了 阿姨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女士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这种故事 我不同意 你们两个 你配 一会儿 雨飞 你去听你妈的话 胡说是世界银行行长的耳朵 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跟他不合适 宇帅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不用找这么个娃娃躺死我了 你爸说的没错 我爸是世界银行的行长 是好首富底下的得力干将 你跟我结婚了 你公司要多少资金没有 至于你 实相的话就与李飞远点 别觉得自己有点嫌疑 就你那点嫌疑 跟我这些聘力 屁都不是 你的聘力对我来说 和小店相比一文不值 对啊 我现在有钱了 我也能送得起屁里了 有钱 就你那点钱 都干什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吗 奔驰 麦巴赫 知道多少钱吗 两百多个 答不了 天呐 麦巴赫 这车好 这车好 是麦巴赫而已 有啥值得炫耀 麦巴赫而已 就你这群酸相 你知道这车是什么车吗 你能摆得起吗 两百百万的豪车 定有梦娘来说 算不了什么 小子 没钱就说没钱的 我不会瞧不起你 但没钱你还在这装大头 这可就是自取其辱了 没有啊 我有车啊 对对对 他有车 我忘了 我听我表弟说 你之前就是个上门女 你那车 不会是个电动车吗 不是电动车 行了行了 别跟那个情侣废话了 看这群酸相 是能埋得起车的人吗 我也是 车 你别说车了 也四个无论你都买不起 没有啊 我真要去 不许你们自己看 老四来 这竟然是老四来丝的钥匙 什么老四来丝 老孟 你别骗子骗了 这真是老四来丝的钥匙 这车是你的 我可从来不骗人 怎么样 我这个 说比他那个怪 当然 老四来丝可是世界名车 价值千万 一辆呀 能买他那个好几辆呢 怎么样 你还你就是他 没有 你有老四来丝就了不起呀 不就是台车吗 谁知道是不是租的呀 土鳖就是租 别觉得自己有辆车就可以跨阶级 就你 距离我的吧 还差得远 这是我的礼金 里面有一千万 全给雨菲 一千万 胡少 你这也太大坏了 一千万 这卡加的车 肯定超过老四来死 雨菲啊 你看 胡少这么有胜利 你赶快跟他离婚 叫你胡少 爸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和小剑已经结婚了 结婚就可以离婚了 我告诉你 他可别是个骗婚的凤凰男 这个臭小的 物车来骗婚 就是想上咱家来吃晚饭 不就是一千万礼金吗 我也出得起 什么样 一千万礼金 你出得起 开什么玩笑 至尊金卡 你爸给我的 他跟我说 在云城所有场合 都能免一千万 对了 我还帮你存了五百万 什么 至尊金卡 老孟 什么是至尊金卡 世界银行发行的至尊金卡 不光可以免一千万的使用额度 整个咱们云城 不 整个大厦 不超过三的 不过这个卡 最值钱的 不是那一千万的免费额度 而是身份的 这可是无数的名流权贵 几破头都拿不到 这卡 真是你的 不过 不过 我都不知道这卡这么厉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过是一个义无是数的废物 怎么可能有至尊金卡 老孟啊 你没看错吧 据我所知 这个至尊金卡 必须存款五百个亿才能拿到 还能拿到 这 难道你卡里有五百亿 五百亿 没有啊 我卡里就只有五百万 不过 这至尊金卡 也没人敢着想呀 我看呀 就是假的 他都说了他没有五百亿 怎么可能有至尊金卡 我这卡就是真的 是你爸给我的 公信你去问你爸 行了行了 这卡不管是真是假 这家伙 必须跟一非离婚 我不会让他做我女婿的 哎 劳力是手表 哎 胡少 这也是你的礼金吧 这不就是我让我爸定制那款 限量版指纹解锁的 是吗 他也没给我呀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胡少 啊 啊 对对对 这就是我的聘礼 我让我爸专门定制的 我跟你讲阿姨啊 这款 是私人定制的顶级款 而且还是指纹解锁呢 价值一个亿呢 啊 一个亿 没事 这可是某些人奋斗一辈子 都买不来的东西 这不是个指纹书表吗 啊 这是我的吧 这是我的吧 这表是我的 什么你 这分明是我让我爸提前一年定制 是我给雨菲的彩礼 怎么就称你的了 再说 你骂得起吗 莫雨菲 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 满嘴跑火车 什么劳斯来斯 什么至尊金卡 连胡少送的这块表都称他的了 咋不说你是好手副的儿子呢 我告诉你 你必须跟他离回 不是阿姨 这表真是我的 这怎么回事 哎 怎么回事啊 分明是看我表价格昂贵 像缺回鸡肉呗 哈哈哈哈 胡说 这表是你爸给我的 你弄鼓病 这表 价值一个亿 他送给你 你算哪根蹭呢 这真是你爸给我的 真是催流不打肠稿 这么贵的表 他送给你 早得进水了 你呢 哈哈哈哈 这表是我爸定制的 需要输入指纹才能解开 哎 我爸在定制之前 已经把我的指纹录入了 你信不信 我当着你的命 就能把这表给打开 啊 那这表能录入几个指纹 当然只有一个了 不然怎么显示出 这表的金贵啊 怎么的 你不会是想说 这表里是你这 既然只能录一个 那你打开它 让我和大家看看 哼 好小贱的 不得不说 你脸皮是真厚 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嘴啊 也难怪 又是假劳斯莱斯 又是假制作金卡的 哎 你为了当这个孟家的上门女士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啊 哎 哪都做废话 你不说这表是你的吗 那你给你打开 让我们大家开个眼啊 啊 就是啊 胡少 赶紧打开 让这个瓶酸鬼啊 开开眼睛 今天就让你开开眼 什么才是上 你 指纹错误 请重新验证 指纹错误 胡少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定是我手出汗了啊 指纹识别出了问题 你等我再试试啊 指纹错误 请重新验证 哎呀 胡大少 要不你去洗手 多换两个手指都试试啊 啊对 一定是我爸输指纹的时候弄错了啊 我换开手指试试啊 哎 不行 这款表啊 我知道 据说它的防盗功能很强大 如果是连续验证三次 指纹错误 就会自动说死 到时候想打开啊 哎呀 只能返厂维修 而维修金额啊 就得高达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 对 胡上啊 要不然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不过你爸是你录入了哪个手指 要不然呢 这损失可真大呀 不然 我看这表根本不是你的吧 不可能 这是我爸给我定制的 不是我的是谁的 小子 小子 你干什么 把表还给我 这表就是我的 赶紧的 把表还给胡上 我告诉你 如果你按错了 把你卖了 都不修表的 嗯 阿姨 这 我都打 你也呸 这表示你努力奋斗一辈子都得不来的东西 知道吗 这是我们上流社会玩的 就是 我把他打开了呢 你能打开 你打开老子给你磕头下跪 解锁成功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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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哎 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我要是能解开 你给我磕头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妈 你还不明白吗 这表就是小贱的 根本不是胡来的 像他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虚伪至极 拿着别人的东西在这装 你丢不丢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表 这表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假的 不可能 我虽然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但我年轻人也有玩过表啊 他指定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表啊 本来就是真的 哎 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不合你的身份 还有剑 啊 干嘛 你不想抢啊 抢 我看他敢 你赶紧带着这东西走吧 叫你这种虚伪的人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孟玉费 这小子到底哪里好 在我眼里啊 他哪都好 哪都比你强 哪都比我强 我胡来 身价过异 家里是开银行的 怎么跟我比 阿姨 不说别的 哎 就说这西 他有吗 这些垃圾 不会就是你准备的聘礼吧 走 走 送屁礼 小店是來看我爸媽的 又不是來送聘禮的 像你這種拉高採集的人 我只會瞧不起你 難道我說錯了嗎 第一次登門就在這個垃圾 還好意思說自己手裡的東西是真的 騙鬼嗎 吳大少畫槍與浮槽 不管你那些東西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這些東西 我倒沒看出來有什麼誠意 你媽說的沒錯 你看 最小的就算有錢 她也配不上你 你馬上給他離婚 我不顧你 這就是 叔叔阿姨 這件事確實是我不順 我來了太匆忙了 沒來得及準備 但是阿姨你們放心啊 我有錢 我這就去給你們準備聘禮 不準備 你拿什麼準備 拿你這假卡和破表嗎 啊 你閉嘴行不行 我的家事兒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 啊 就你這種不入流的社會體程 還有什麼屁股 我可告訴你 我女兒那可是大集團的總裁 我們這種高門大富 你的東西我還看不上你 阿姨 是不是我只要拿出像樣的屁股 你發言我會就可以在一起 哎呀 如果你能拿出來 我去把你 我怕你去 聽你一道 聽你一道 好先生 聽你中的 超級有臉 你怎麼來了 因為好先生 對我們試試練過 聽聞您今日大婚 所以我們就特地來做婚禮 你的三個還有這種 是的 因為我們試愛試練 一直與不貴客為主任 您就是我們試愛試練 會尊貴最幸福的 好事夫妻 幾節良緣 特送聘禮 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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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練朱姬 互贏羅啟 特奉雲絲彩頭 育爺二位 不忘相思 日後 臣肥一心 雲絲彩頭 這可是過去 皇上家用的 哎呀 臣子言成啊 你太奢侈了吧 狼騎白馬 銀行人 一鳳一皇 鬧新婚 古有白石掛鴨 今有唐老會鳳 此乃唐老真妓 縱皇 雙妃 育爺二位 永結同心 李懿雙妃 唐老的真妓 俗五四龍國 頂級化石封筆多年 竟然還有金寶貝之者 這可是無價之寶啊 曹先生 最後 就我們老闆 送您 和孟小姐的一眼心意 南洋桌葛爐 西蜀紫雲亭 特奉上金莊園 好 寓意 往來皆明事 婚后遇贵人 上金莊園 家子百亿的上金莊園 你看 哎呀 我不行 不要晕 今 两性联姻 一堂地劫 喜劫良缘 恭贺二位 永結 情敬之好 新婚 大吉 恭贺二位 永結 情敬之好 新婚大吉 老先生 祝您新婚快樂 早得洗凌子 這些客禮 還希望您能不收下 客禮已經碰到 那我 我去 這些東西 都是給我的 為什麼呀 你們4LJ這麼有錢 還送我這麼多客禮 你們 不會搞大騙的吧 小劍 小劍 想什麼呢 等一下 您誤會了 這些呢 都有我們老闆的意思 我們老闆一遍 而且我們老闆 與您甚至投緣 想跟您結交 做個朋友 這些客禮 對旁人來看 可能很值錢 但對於我們老闆來說 你去 你們老闆這麼有錢 誰啊 你老闆一遍 您要做個朋友 很值得 老闆 我們應該去 找兩個人 找兩個人 你去找兩個人 找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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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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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还有件事 郝先生 三天后守护先生将会在云城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和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认 这时您可一定要到场了 宴会 邀请我 为什么 您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是胡来 你认识我 认识 你是不是还有个表弟 叫刘大款 是啊 怎么了 来人 带走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表弟刘大款 违规办理贷款在我电购车 而且对车造成的损伤 担保人 现在车辆造成的损伤 他应该照价平常 但至今分文 既然你作为担保人 那你就替他玩钱吧 什么张某人 我没找到啊 那你们认错了吧 认错 白纸黑字写的亲戚 服务 既然他帮助 既然他帮不了 那那两百万 这次 来人 看什么 来人 那个 好女婿啊 你和好首富 是什么关系啊 你不会是他 多年失散的儿子吧 这又是送礼 又是送卡的 你咋不早说呢 你要是早说呀 刚才也不会海上那么多误会 首富也幸好 这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爸不是他呀 我不认识 哎呀 不是就不是吧 反正啊 还有这么多聘礼呢 你够个和我女婿了 雨飞呀 我同意你们的婚事 你同意 我不同意 你同意 我不同意 小剑 是我的好女 我看你们谁敢跟我争 没错 好小剑可是我老公 你一个不要脸的骚狐狸 竟然跟我前老公 见不见 哎 咱们俩也就离婚了 你别乱叫什么呀 还有你呢 你不是一直敲不散我吧 这回我怎么又成为好女婿啊 小剑呢 那不是之前呢 现在你就是我的好女婿 我看他们谁敢跟我争试试 你是谁 我是小剑的丈母娘 我才是小剑丈母娘呢 小剑已经跟我们家雨飞结婚了 这是骗礼 都已经拿来了 她现在是我的好女婿 小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以前不说你最爱我的吗 你怎么能一经别恋呢 不是 我们都离婚了 你能不能别惨着我 你烦不烦啊 怎么不可能 我告诉你 这个婚我就不离 还有啊 这些些聘礼都是我的 哎呀 小剑呢 之前呢 燕尔不懂事 现在他清醒了 他都后悔了 你听我的啊 咱们把这些彩礼带回去 啊 跟妈回去啊 我保证啊 以后 我才不要你手一刷吧 啊 把你跟为离一样 天天伺候你 跟你跟你改叉啊 啊 你们不要想了 小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小剑 现在是我的老高 你一个不要脸的小三 你碰壞我跟小剑的感情 是不是 你不就是看我们家小剑有钱了吗 我告诉你们啊 来 我把你们这种个锁脸都被露下来 我抱光你们 迷 stabbed 嗨 抢小剑 健克打我 打你怎么了 像你这种嫌疏爱富的女人 小剑以前没钱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他的 看小剑现在有钱了 你又死体赖脸的缠着她 你才是不要脸的女人 就是 你想离婚就离婚 想要复婚就复婚 我相信你 我怎么了 你还有脸骂雨菲是小三 你一个留大款的时候 你总不说自己是小三的 好女婿 打得好 这种女人就该打 没错 原偏爱妇的女人 不要野骂 大家都来看啊 世风日下恶霸恒情 他们不但抢我们一二日保护 还抢了我们家家天宇 就这大家族 简直是霸道 抢到了 快来人呢 快 说吧 怎么都放过吧 那简单呢 把这些屁 我们就走 简直是无奈 我告诉你 这些片脸 是我们家雨菲的 你需不想拿走 怎么就没关系 这些年好友见在我们家 在我们家 住我们家 不花钱呢 你什么你 给不给 不给啊 哎呀 我求你 我求你了 快回去吧 回去吧 再不走人 我就打人了 啊 你不问他 我是我爸想 公母 我在 小剑啊 还叫什么伯母 叫妈 你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好吃 我们走 你看 这孩子 哎呀 快走 哎呀 妈 不是说啥碰咧 你把好小剑带回来吗 你把好小剑带回来吗 你怎么跑了 哈哈哈 前到手了还不走 等着阿姨大呀 啊 那我去 这人家 我是看好了 那不好惹啊 那要打到咱身上 咱不可以挺着 啊 妈 怎么拿到的 你老妈出发 一个丁两 那啥事都能解决 哎 哎 你不是说好有件 有五百万存款吗 啊 应该就在这卡里 啊 啊 至于他有那辆车 你别着急啊 回头老妈 你让回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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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剑呢 好小剑 你等着老妈 把你吸干 行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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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 别激动 我要你给你呢 给你介绍一个新大户 就听说的是什么呢 啊哈 海归海归 他家劳劳钱了 妈 还是你自己偷啊 还是 快走快快走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这对母女 简直臭不要脸 嗯 还真是不要脸当中的极品啊 你还说 儿子的卡都不让他们偷了 这回儿子没钱花了 怎么办吧 没事 他们拿了卡也用不了 哎 不得 是我 我儿子卡丢了 你把那张卡给尽了 对 哎 另外 你们银行明天是不是 和我那个大画家兄弟老唐 举办一场拍卖会啊 你跟他说一声啊 我儿子明天要去 你们想个办法 给我儿子送点钱花花 多送点 哎 记住了啊 不能报了我的身份 听明白了吧 好 好 没事 明天儿子就有钱了 哈哈哈哈 嗯 宴会的事啊 你抓紧弄 是啊 我真是一刻都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想跟儿子相认 好 哎 我给雨飞打个电话 让他明年带小剑去拍卖会 好的叔叔 我会去的 你回头问问小剑 有什么需求没有 随时告诉我啊 我跟你姨啊 现在不方便暴露身份 好的叔叔 如果小剑这边有什么需求的话 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 哎小剑 明天的慈善拍卖会 你陪我一起去呗 拍卖会 干嘛去 明天是世界银行与知名画家联合举办的慈善拍卖会 届时整个云城的风云人物都会到场的 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当然要陪我一起去啦 那倒也是 这个拍卖会肯定有好多男生跟你搭产 我好不容易娶了你这么漂亮 可不能让人抢走 你这傻 要是你知道自己就是好熟父的儿子 还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呢 嘿 对的老婆 我得先去买套房子呀 买房子 你看 我刚才都跟你妈说了 我得买套房子 再说了我总不能住你家呀 而且到时候我真住你 你妈肯定得烦我 你说得也对 但是我没有时间 你自己去吧 没事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去了 我走了啊 好叔叔 小剑说想买套房子 好 我安排 宇飞说了 儿子想买房子 买房子 买房是好事啊 成家立业 他跟宇飞结婚呢 他现在还没有个地方住呢 对 这回呀 我可得去 上次银行不是都你去了吗 这次我一定要把房子 亲自送到儿子手上 谁呀 你去 就你去 先生你好 请问您是来买房子吗 哎 你们这儿户型最好 视野最开阔的 价钱有些贵 一千万左右 正好 我那人卡里刚好一千万 好 买一套 现在有钱 那有钱 就是 就是 好的先生 我这就叫人把合作给你拿来 闺女啊 今天妈约李少 在这跟你见面 李少那可是海归豪文大少啊 你好好跟你聊聊 交流交流感情 妈 既然是和李大少见面 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呀 当然是来买房啊 好小见那个废费钱 那不用白不用呢 这时间还早 先买套房 走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少废话 把你们这里最贵的房给我来一套 全款哦 至尊金卡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 贵客到店 全体都有快来迎接 不然 你放心 杨阳贵客一到 我们这边 一定以最高贵客的你接待 嗯 待会我也会过来 在此之前 你可万万不能代骂 是是是 杨经理杨经理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毛毛找到了 刚才店里来了两位贵客 他们要用至尊金卡来买包 什么至尊金卡 好 难不成 守护哥尊贵客已经抱了 快 快 快随我一起去迎接贵客 欢迎贵客光临 妈 这就买个房子 是吗 谢谢谢谢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哈哈哈 不是我们客气 是您太尊贵了 您身为至尊金卡的主人 这是您应享有的待遇 至尊金卡 对啊 至尊金卡 这个是全球限量发行 不超过五张的 实性至尊金卡 传说中全贵的象征 卡内过光有1000万的 免费使用额度 还必须得是存款 达到500亿 才能够开卡呢 你没错错吧 什么 500亿 阿姨 阿姨 难道 我说错了 没错没错 没错 把你们最贵的房子 没错 哎 不 把你们现在现有的楼房 都买了 我们都买了 对对对 都买了 全房 早知道贵客您出售坡处 所以我们一早 就备好了所有的购房合同 只要一刷完卡呀 我们这目前 所有未出售的房子 就都是您的了 好 好好好 哈哈 刷卡失败 嗯 怎么回事 是不是程序出现了问题呢 你在这 刷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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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找麻烦找她的 没关系 我看不给你们吃点苦口 你们是不肯说实话了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走 哎你们不要去 哎 林渊怎么 要不要赶不下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她 她是我老公 这卡就是她投的 你们要找麻烦找她 跟她真没啥关系 啊 跟我什么关系 小子 这卡 是你投的 啊 啊 你们偷卡 我你 看你 她都承认了 这个卡 都是她偷的 哎 给你的抓紧给我吧 啊 小子 敢偷至尊丁卡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吧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啊 你别乱说 这卡本来就是我的 你的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 这张卡的主人 一定是站在这大厦 最顶端的富豪 想必那位富豪 已经把卡给冻结了 一会儿就会找上门来 你若是不想死的话 就跟我一起老老实实的去 更千府吧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冻结 但是这张卡 她真是我的 你看看她 太狡献了 之前她就是我们家女婿 就因为手脚不干净 我都赶出家门了 哎 不过啊 现在可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哎 对对对 杨经理 她有前科 所以说这个他肯定是她偷的 丽雅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有下险啊 我当初真后悔误罪到你们家了 你还不罪我们家 我还后悔你借我们家门去 就是 别跟她谈关系啊 杨经理 熟着她 四肢打断 交给那个手脯 住着你 你以为 就没你们的事了 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卡 还敢倒数啊 来人 给我把他们通通都交到巡天府上 走走 又不是李家大叔李肥坊 他什么时候 李少尼哥家来了快救救我 发生什么事 就是对杨经理说我们偷卡买罚 还要把我们抓的什么巡迹真天府 杨经理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 杨经理 这两个人我认识 给我一个面子 这个事就这么算 杨经理 这位李少 敢贵 永远能来临界的贵客吧 你家资产尚管理 在我们云城 也算是想当当的大人 想必 这张卡 就是他的吧 嘿嘿 李少 既然 这两位是您的朋友啊 那我当然要给您一个面子了 不是 李少啊 我们没事的 不过 已经放过那个小子 他是 他是 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废物 是小剑 哦 好小剑 我听说过你 不就是被林家 赶出去的那个废物坠续吗 怎么 跟一二离婚了还纠缠不放 啊 我可没查得到 我现在买房子了 啊 李少 刚刚就是因为他 害得我们差点没抓 你可怎么为我们做主 李宝贴 李宝贴 这人蒋衣把你这手 从今子 你就是我李非凡的女孩 谁要敢对你不计 李二 你可真够饥渴 刚踹了卢大 又是个野男人 男人 李少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人家到现在 还是清白之声呢 不信一会儿 等你去走音乐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 你这个狗东西 你刚做过 我跟李宝贴相议信 一盘挺笔 杨兄弟 我看这个人不顺利 帮我坐来 丢到家里去喂云吧 没问题 你们要干什么 别过来啊 小子 要怪啊 就怪你惹了不敢惹的人 给我弄死他 看谁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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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 我让你帮我迎接一位贵客 你不但没有好好帮我接待他 还想找人弄死他 贵客 您说的贵客 不就是他吗 他也 嘿 他是个什么东西 喂 你怎么说话呢 这个是李少 贱人 别冒 闭嘴 李少 你打我 你什么意思 为这个臭魂的你敢打我的女人 老子不但敢打你的女人 还敢打你呢 你敢打我 无法是李刚 无法是李刚 我告诉你 在这位面前 你罢是李铁都没有用 夫人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还敢有下次 晚了 你被开除了 你准备去 不 我 我现在就不 小伙子 刚才没吓着你了 阿姨 你是谁啊 你看着怎么 有点眼熟呢 咱俩哪见过 这是第一次见面 不说这事了 你是不是来买房呢 你看看 看上哪套了 跟阿姨说 阿姨那个 我本来是来买房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咖啡东西 我没了 糟了 我差点忘了 这张支撑卡还处得 并不理 不过还好 我们家还准备了一身 没事小伙子 对呀 我们的员工 给你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呀 我也看人低了 我们今天公司有杂金蛋的活动 阿姨 免费让你参加杂金蛋的活动 这个呢 来 快来快来 这些金蛋 你随便 万一幸运 砸中的大脚 别说苍晨一扁了 就是云顶天功 这是我 你送你 啊 睡点咋 不会等我 不要钱 不要钱 快咋 哦 等等 哎我说 一个卖房子 那店里有活动 怎么会通施我去 就是 李尚佛是这里的VIP会员 你们这儿就是这么小的对 你个小竹子 刚才欺负我被儿子 老娘没找你麻烦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 正好看老娘怎么瘦身 你想砸 没问题 一百万一个斤大 砸吧 一百万 刚刚不还说免费的吗 是免费 不过免费呀 只限这位小伙子 至于你 没钱就快点滚 少储在那里挑人现眼的 哎 小伙子呀 这可是女生 你家大少 那有的是二千 啊 女生 女生 这个臭卖房的居然敢看上你 我都替你咽不一切 告诉你 咱们今天啊 就用钱砸死他 你这个狗眼看人具的东西 今天老子就让你看 什么叫超义 和手在哪里 扫你 五百万已经过去了 老子今天扫我 扫吧 废话 废话 今天呢 我就让你看你 你有之间的差 看不到 中什么奖了 二百五等奖牙签一根 二百五等奖厕纸一张 二百五等奖狗盆一个 二百五等奖开在路一个 二百五等奖尖叫机一个 恭喜你啊 你中了五个二百五等奖 二百五等奖 还有这种奖 而且还都是二百五等奖 我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是在骂人呢 来呀 把奖端上来 这是一种奖 我怎么感觉这些东西是配套 你看 先用开赛 然后用骨头接住 再用牙签底啊 侧手擦嘴 这尖叫机 轻度一下 表示自己的满意 阿爷 你们小子很糟糕吧 对吧 来来来 啥好了 这可能是不错 这是你的二百五等奖 这是黑电脑 老子花了一千 五百万就给这块玩啊 我又没逼你 是你自己非要来砸的 小伙子 该你啊 我 对呀 我就算了吧 哎 算什么算 你呀 你看就是那种运气特别好的人 你肯定能打得大奖 哎 阿爷 你别说 我最近发现我的运气 确实有点好 那我试试 就他那小样 大奖 就是 以上花了五百万 砸了一堂杂子 他凭声 恭喜获得特等奖 林顶天宫别墅一套 特等奖 林顶天宫别墅 这 这不可能啊 林顶天宫别墅 阿爷 这个 制造钱 不会不会 就一个亿而已 卧槽 一个亿啊 我不同意啊 凭什么这小王 随便一砸 又砸出了一个 价值一的 云顶天宫别墅 我砸的是什么玩意啊 就是啊 那是你倒霉 小伙子 嗯 把剩下的金子 全砸了 看看还有什么大奖 哦 恭喜获得特等奖 英格兰风情 豪华装修券一张 特等奖 瑞士豪华厨具全套 特等奖 全丝绒豪华床垫 沙发石套 特等奖 也述终身免费 维修服务券一张 小伙子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打的全都是特等奖 放心 阿姨这就让他们给你准备上 来人 这个是别墅的钥匙 明天你就可以拎包入住 哦 谢谢你啊 不行 这个钥匙你不能给 你这个死老太婚 你是不是玩我呢 我花了500万 什么都没打造出来 他 都砸出来 这后几个月 赶紧把钱还过来啊 听听呢 你是说想让我退钱 没错 就是让你还钱 你要是不还的话 我让我爸搬枝头楼给拆了 对 放肆 赶紧跟官无礼 你他妈敢打我 再敢多几句 老子废了你 给我滚 你们给我等着 哎 李少 能够我呀 阿姨 今天的事 谢谢你啊 哎 谢什么 咱们是一 咱们相识 就是一场缘分嘛 以后啊 这个房子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找阿姨 那行 那我先走了 我赶紧回家 把这个事告诉我老婆 那我走了阿姨 哎 好 有空常来啊 哎 房子送出去没有啊 啊 什么时候来的 你吓我一跳 我早来了 哎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呢 你呀 早点把儿子那个 至尊金卡的事啊 解决了 儿子这里签的没签法 哎呀 至尊金卡有点特殊啊 要将解冻 至少三天 那儿子这三天不都没签法 你听我说 明天不是举办 慈善拍拍会吗 咱们让人的 多送点钱 是不是 这不就行了吗 还是个办法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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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婆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你猜怎么 今天我去买房子 正好碰上砸起那火 你猜房上什么了 我招了一个云顶 天空别说 是吗 当然了 哎 今晚我们就能搬回去一起住 你怎么一点不惊讶 你怎么一点不惊讶 哦 惊讶我惊讶 哎呀老公 你快去洗澡吧 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早点睡呢 明天咱们一起去参加慈善拍会啊 等会儿 洗澡 一起睡 我跟你 快去吧 那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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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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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輔助的傳達會 就是慈善傳達會 下一個賤會拿出去 去做慈善的 對 做慈善 你看 發現 最近印象有兩病 你看 我出來我看無策 他取了你說的漂亮 這你說什麼老街的捐 對 對啊 你啊 這不是好小賤 他就那瞎了一點 你怎麼在這兒 這話應該我問你才對吧 你一個窩囊肺 跑來這裡幹什麼 參加拍賣會啊 就你 這可是慈善拍賣會 能來的人都是有身份 可不是你這種阿摩阿虎隨便記 李非凡 你對我老公說話尊重點 孟玉菲你好歹也是商業界的靈兒 我就想不明白 對你投資的眼光這麼高 怎麼就相中了好久見這個廢物 就是啊 要內涵沒內涵要人品沒人品 也就是最近啊才來打給我水運放了點小財 不像我們李少 無論是身份還是財力哪一點不把你臉的連扎著都不是那樣 哦對了我們李少啊 還是今天慈善拍賣會的白銀嘉賓呢 白銀嘉賓 可厲害嗎 經理之八啊 今天這是慈善拍賣會 嘉賓分為青銅白銀黃金薄金和鑽石幾個桃子 而我就是白銀嘉賓 你假的你算不上啊 對 咱倆什麼的 我是薄金 至於你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不知道啊 他不會是沒有的 孟玉菲 你雖然是大公司的主人 但是這次的慈善拍賣會是好手 你帶一些不相干的人進去 恐怕我會被踢出去 今天這場拍賣會 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演出去 但是好小賤也對不可能 不可能 今天我就讓你看看 什麼叫可 好小賦 您放心吧 我已經到門口了 馬上就把少爺接進來 還不趕緊滾呢 這個地方是你這種廢物能來的嗎 幾位 夜會馬上就要開始 你們兩個 還不進去 放進去 你來的是好嗎 這個圖別連青銅嘉賓都算了 這場慈善晚宴是我在負責 我在並不奇怪 怎麼的 你們認識 不是啊 好小賤這麼年齡狼斯來斯 就是在方經理CS店中 那又怎麼樣 方經理 這小子不是拍賣會的會變 還來參加拍賣會 你可得 你可得 公司分明 能辦理啊 放心 我一定 公辦 這是我們公司 引進的人臉識別機器 所有的少爺嘉賓人臉 我都已經錄不清 是不是少爺嘉賓 測一測就知道 做得不錯啊 你們這兒愛情與時俱進 又是讓人臉心情的 好 胡編 我今天就讓你看 什麼叫做白銀嘉賓的戰 哈哈 你先談白銀嘉賓 歡迎白銀嘉賓 林燕兒 心情嘉賓 歡迎 胡編 你看到 這不是白銀嘉賓唄 就連李小姐都被我折服了 李 郝先生 你要不要也來試一試 啊 你去試一試 小姐 我呀 算了 萬一我一過去 連青銅嘉賓都不算 就大人 放心 你跟他廢什麼話啊 他什麼擋桑 別說是白銀 他要是青銅賓 我從這個地上爬過去 小姐去吧 小姐去吧 你去 別可是了 啊 警告警告帝王嘉賓降臨 請以最高規格接待 你又再把他推進去 你又把他推進去 你又把他推進去 立正金色 哦 有什麼 那你總比 有什麼 你總比 有什麼 你怎么说的 我这个段位好像比你那个高吧 刚才怎么说的 这儿落在地上啊 不可能 你这个废话怎么可能是帝王嘉宾的 就是 肯定是机器坏的 我不承认 你倒是出问题 我们机器也不会出问题 好些事也是我们起来的帝王嘉宾 该对我们帝王嘉宾不计 就是不把本航放在眼里 方经理 这两个人还是你处理 我们先进去 郝先生慢走 我啊 乱着干嘛 给我爬 真是皇天无复有心眼啊 是啊 郝首帅 恭喜你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 是啊 能在这儿人海茫茫之中找到好少 确实不一样 但我有些不解 两位为什么不直接 与好少相认呢 是这样的 我们担心这小子 一时半会无法接受 不过这两天呢 我们准备一起歪场相认宴 宣布和小贱的关系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想让他先信一下 潜入的生活 老爷 夫人 好少已经到了 到了是吧 唐老 徐老 我想请你们二位 帮一个忙 什么忙 给我儿子送钱 喝咖啡 喝咖啡 好不好 这就是什么死产团团团 对啊 你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我可以接他们去 他们这边 没有样子 你 你们俩怎么进来的 你还好意思说 就是你害得我狗啊 你们不用了 我就不信 李飞凡 你还讲不讲你 明明是你仙儿招惹的小贱 自己吃了不可以怪得了谁 我怨他不合 他就是个土鞭 凭什么是丢的 也不服 不服啊 憋着 宋记 欢迎各位来宾 来到我们今天的慈善拍卖会 在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前 请所有的来宾 将自己的拍品 送到我们工作人员处登记 我们将有专业的人士进行评估 然后在最外拍卖 就拍品 老婆 咱俩没我怎么办 别担心 一定会我办法 办法 什么办法 哎 知道知道了 那 没带拍卖品啊 谁说我没有的 我就是没带而已 忘带了 哎 忘带了你参加什么慈善拍卖会 不会是 要把你的肾捐出去拍卖吧 啊 就他那个肾啊 要都挤不出几滴 能吃几个钱啊 哎 不是我说 你们俩怎么老是沾对我 咱们没言没仇的 你干嘛这样 我就是单纯的看你不熟 你还愣不愣 没带拍卖品 他不跟你滚啊 谁去拍卖 唐老徐老 你问这是 年轻人 武器这么大干嘛 凡事都要以和为贵 小兄弟 我也是刚刚知道 听说你今天拍卖会 没有拍卖品 啊 不好意思 我忘蛋了 这儿没有拍品不让进了 我现在就走 哎 怎么走啊 这里是慈善拍卖会 要的是一个奉献的心 拍卖品啊 真是个形式 唐老徐老啊 这拍卖会可是硬性规定 必须在拍卖品 才能参加的 这个废我连毛都没 您二位可别坏了规矩 就是 你们可不去走后门啊 今日拍卖会 你书画为主 小兄弟 我看你五指千线 经络分明 气度不凡 一定是作诗绘画之料 何不当场作画 养老球 瞻仰瞻仰呢 啊 画画 写诗 我 啊 你同意也夸了吧 这个人 我再了解不过 高中年立业 大字都不是几个 让他做诗画画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闭嘴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我很同意唐老的观点 艺术 看中的更是天赋 与学历无关 小兄弟啊 我很期待你的矿式神作 这可是 我不会啊 小剑 我认为二位大师的眼光 应该不会出错的 反正我们也没在什么拍卖片 不然 你试试 万一你不会一定有创造出 矿路选错呢 嗯 可是 小兄弟 人房四宝已给你备好 小兄弟 你现场创作一副 末画和诗词 那我可开始了 行 这两位大师 到底叫什么鬼啊 这好小剑就是个文明 怎么可能 懂得作诗和绘画呢 他越来越丢人就要去 待会 好死 好了吗 让大家欣赏一下 这位小兄弟的托往式神作 哎 等一下等一下 我这个水瓶 就没必要丢人心 别看 看 别看 小兄弟 何必自签啊 我对你有信心 小兄弟 你这小鸡 喂 我这个不是鸡 华黎 我是鸡 喂 我对你 他说是一只鸡 这是一只鸡 啊 大家看看啊 他说这只鸡 哎 这只鸡 哎 我看 你就是个沙雕吧 哈哈 我看 你就是个沙雕吧 大海啊 你全是水 乌龟啊 你四条腿 女人啊 你为何劈腿 男人啊 你为何流泪 这首诗 怎么说呢 笑死我了 这乌龟也叫诗啊 那我这是老奶奶过忙了 我都不知道 就要哭你啊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不行了 好话 这五西洋撒雕图 唯妙我一窍 你看这雕耍 看这雕眼 看这雕毛 那简直啊 是出神主化 此话只因天上有 眼间能有紧髓闻的 黄老 你眼瞎了 这明明是鬼话头啊 这 真由你说这么好 你懂个屁 小兄弟找的是抽象派 就是要的这种风格 好诗啊 聊聊几句啊 写出了男人对女人的 劈腿自恨 描写得我灵灵尽致 我纳入其中 惊天地 气鬼神 可歌可泣 可歌可泣啊 徐老 你到底懂不懂诗啊 这明显就是个打油诗都不算 你这评价 为你也太高了吧 住口 这诗就是旷世神作 你懂得什么诗诗吗 独别 不是 你们两个疯了吧 就这两幅字画我都看得出来 那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这一分钱都不值你拿去拍卖会 杀雕塑 是不是垃圾 你说了不算 即使你不服 那敢就现场拍卖 看看 到底能借多少钱 小兄弟 没意见 我当然没意见 好 来来来 这时候小兄弟现场创作的 绝世小诗 起拍价五百万 价高者得 就这可是还支五百万 五毛钱我都不要 我还不信 用你个神 六百万 谁都不要跟我抢 这么好的诗 你出六百万 我出七百万 千金易得好诗难求 我出八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万 老婆 我现在随手做主事 能为一千万 这我回答多做两手 那不是发财了 你开心就好 哎 你把这帮人脑袋被离踢了吗 就这个废玩做出的课施 能值成百胜千万 除了你们这帮傻子以外 没人会买的吧 我来 两千万 这首诗 方天要 方天要 方天 他们疯了难道你 这首诗分文就一文不值 你太疯了 这首诗可是好少爷的绝世家作 我不但要买 我还要把它挂在银行门口 天天受人摘扬 我败 好先生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如此大台 能够创作出如此的绝世家作 实在是令方某 接下来 排卖之副 西洋 撒雕图 哎呀 这小金 难道也是好少爷创作的 真是令方某 这不是小金 是沙雕 这沙雕画的真是栩栩如生啊 没想到 郝先生 竟然能创作出这样的节作 真是大财啊 方天理所言几事 西洋沙雕图乃 北谷生工 旷世之作 根据老夫多年绘画经验 保守足近 这五千万以上 五千万 可惜老夫 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莫德要砸锅败铁 也要将这幅谁做买下 我又何尝不是啊 刚才我的钱 全都拿来买这幅字画了 钱不用啊 也不知道哪位姓名啊 能将这幅谁画买下呀 是说呀 这幅画的价值 一只五千万 将来 我可一定要花重金不够 别少 子凌这次出门 你爸不是刚好给你五千万吗 要不咱们把这画面留下来 这怎么行啊 这五千万是我爸给我的公司 还要知道我花了 你打死我 哎呀你傻呀 这方经理刚才都说了 回头啊 你重金回购 还要带转移是吧 五千万我要 啊 你要买我的画 哎 你刚才不是说 谁买谁杀雕吗 我乐意你管是求你 黄小倩 我看你就是忌妒我们年少吧 等回头我们把这画一卖 赚个几千万 气死你个土铁 哎 气死你个土铁 哎 气死你 小倩 让他买 他愿意买的就买呗 我倒是想看看到底谁能不嫉妒 这五千万给你 这话是我的 谁都给你帮啊 哎呀 走 好先生这是您今天拍卖所得的钱 扣除了10%作为慈善 剩下的都归你了 啊 谢谢你啊 对了 郝先生 两日后是好首富的任亲大宴 届时您和您的夫人可一定要来捧场啊 好首富的任亲大宴 不行吧 我老婆最近有点忙 可能没时间去 有空 我有空 我到时候会把时间空出来 我陪你一起去 那好吧 既然我老婆都说了 那没问题 哎 你小子反了天了 还让我跟你倒一杯 哎 你之前不说我是八家子 啊 听听 什么意思 啊 这次女孩子当了五千万万 西洋是杀雕图 但是他的价值远远不至于 咱们把这边肯定能当你 这是个啥图 西洋是杀雕图 哈哈哈哈 你个败家子 老子给你五千万的工程款 你买了个什么垃圾杀雕图 我看你像什么的杀雕 不是的吧 这个西洋杀雕图 可是价值连城啊 方经理 方经理说 重金回购的 你给我点时间 我可以打个变化 问问就知道 你打 你快打 喂 方经理吗 你之前说的那个 重金回购 杀雕图那个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什么时候就看了 还是留给你自己 担心 喂喂喂 方经理 喂 喂 我都是你 啊 你这样做的 我别拿了 我让你们头伴的任亲宴 怎么样了 业会已经安排走到 所有银铁也已经发布往里 好 看来小剑已经适应贵族的生活了 明天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 好 对了老婆 这个是我送给小剑的礼物 是我特意啊 让法国的克隆大师给定制的 明天呢 你带着他 等小剑上台认亲的时候 你亲自给他穿上 给好少穿鞋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 愿意 能给好少穿鞋 是在下的荣幸 记住 我给他的是惊喜 在我们相认之前 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明白吗 老公 我们终于可以跟儿子相认了 这么多年过去 我当这一天呢 十分是太久 我又何尝不试啊 这么多年了 这孩子生的不少 咱们一对好好的骨骂 好 大坏 弄他弄他弄他弄死 快快快 爸你干什么 玩正蹄呢 玩玩玩 你整天就知道玩 不去干点正事 老子的家裳 早晚要被你掰光 我那有什么办法呀 我之前是有个媳妇 结果这不被人抢了 哎 爸这什么 既然你没事干 那我教给你一个认证啊 明天 好手术 要跟他的儿子认亲 你带着这双鞋子去 等好少子登台的时候 亲自给他抢上 爸 这不是咱家攀龙蹄凤的好机会吗 所以你要给我认证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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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无愧是好手副主办的认情宴会呀 啦 它眼睛 太大了 stadt 我用这个 犹罪 姐姐 娘 十 这 你说 你怎样 哎 嗨小問題了 因為我們李家的手臂 隨便帶兩個人進來 也沒什麼事 哎李少你怎麼了 都怪好時間那個我們的 他憑我們哪一副講話 不過你爹跟我好面子哦 好時間 用你這個毛髮的還能出現到我面子 這真的嗎 面子巧個屁 騙了她的母親了 趕緊把錢還給我啊 可別亂說啊 我什麼時候騙你母親了 他說的該不會是那副 夕陽沙標符吧 李少你買的時候不是說要氣死我嗎 現在好像更生氣的人是你吧 孟宇菲你別以為我不想問你 今天是好想做和她親兒一個相認的人 我代表我們李家前來祝我 等我抱上好手不親兒的就放了 頭子弄了 李雷雯 我警告你 你動我可以 別打我老婆主意 孟小謙 你也不看問自己是哪個東西 你以前在我們臨家吃軟飯就算了 現在又開始這麼好吃著了 就憑你 你敢跟我們李少 口出狂言 就是啊 你這吃軟飯的東西 只是自豪改了 啊 哈哈哈哈 多虧我女兒啊 跟你離婚了 現在啊 才跟你少在一起 救我個廢物東西是一無是處 狗都無藥 也不知道當初誰看我有錢了 舔著屁股球我回去 還偷我央卡 你當兵 誰偷你央卡了 你再說一個 再說我嘴硬死了 哎 咱們 沒必要跟這個死財人 孟宇菲 今天這麼重要 你這個廢物 你不怕髒了好手朴的眼睛 我勸你啊 還是趕緊把他給我趕出去 要來 別讓我對你客氣 讓小健滾出去 你還沒有那個資格吧 我沒自己 好啊 今天我就讓你看看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資格 我 啊 哎 被我趕出去 他誰敢 他誰敢 黃老徐老 你們怎麼了 你都在哪啊 難道我們不再來 李非凡 難道你還敢招惹這位小兄弟 你還不高 我 你還不高 原來你們聯合起來騙我 他們說的是什麼呀 拿個用 媽 上次徐老和黃老 說紅小健那幅花街是五錢的 比上信你別中了 誰想到那幅花衣服啊 啊 居然有這事 要怪就怪你自己蠢 方老和徐老是看不怪你對小劍做了名事 啊 老胖 原來我的話不就行 你說嗎 也不管啊 你們騙了我五千萬 你們必須連本呆利的還給我 不希望你們好看 你跟誰倆 你看老東西你敢打我 我把事裡糟 我把事裡糟 你幹什麼東西 老總你讓他過來 老子一起打 好大的口氣啊 好大的口氣啊 媽 你怎麼來了 就是他們幾個聯合起來 趁走路五千了 哥哥 那都說咋我 虛老 好歹兒 好歹兒 二位也是各自藝術領域裡的泰山陪的 為何如此使出下作的手段 欺負我兒子 你們是不是沒把我李剛放在眼裡啊 他那咱們相識一場份兒上 我好言相勸你一句 你兒子惹了不該惹的眼睛 你咱一定帶他離開 好大 後悔 後悔沒想 出發惹的人 你該不會說是那小子吧 他的底細我已經調查 從小沒爹沒罵 還是個什麼廢物贅序 是 做生意賺了點小錢 但是跟我們李家比講 依然不夠看 李剛 這位小兄弟 失敗之高 莫說你們李家 就算整個元城 富豪貴族都加起來 也抵不過他一定頭髮 你確定與他為敵 老東西 你就算是要不 我之前就丟了你們的邪 被騙到了五千萬 這次你們說什麼 別跟他廢話 趕緊弄死這個廢 你小子現在立刻把錢給我還回來 再給我磕頭認錯 否則別怪我 下手太狠 啊 我又沒做錯 我憑什麼給你下跪 如此冥亡不靈啊 就別怪我無形 哎 我廢了 怎麼說 你幹嗎 你好大的膽子 老小夫的人 親眼神老神 黃經理 你是不是誤會了 這小叔叔騙了我李家五千萬 我讓他還他又不肯 你嚇死了 騙了你 不不 就他騙了我五千萬 你必須給他點教訓 我李家的臉 以後往哪兒爆 其實這個黃經理 你閉嘴 都廢了他 你看了 他們竟廢了你 黃經理 你打我做什麼啊 我打你還需要理由 其實一個黃經理 和他們是一伙了 什麼 黃經理 你什麼意思 你好歹也是 好恐怖的親信了 你怎麼能和這個小叔叔投入 你才能說什麼東西 你要是再看我做八道 信心 你什麼意思 黃先生 感謝今天您能和孟小姐來參加肥宴 我已經恭候你們多許了 我們趕快進去落座吧 嗯 我看算了 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歡迎我 我們走 放心吧 明天有 沒人敢把你 可是 小剑 沒關系的 咱們先進去 你還在做個幾個 我告訴你 你還在做個幾個 你還在做個幾個 你還在做什麼 他還在做個幾個 你走 来 里面请 孟先生 孟小姐 您和孟小姐的位置 在第一排的贵宾席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哦 你快去忙你的吧 我们俩自己去看看就行 表哥 这个好受怎么还不来 这宴会马上开始了 他怎么还直视不现身呢 急什么 这是好受专属的位置 一会好受一来 咱俩肯定是第一个 抱上大腿的人 再说 好受的鞋还在握着 一会儿啊 我可能亲自给好 胡兰 大虎 干嘛呢你们 朋友亲 你怎么在这 朋友亲 你怎么在这 我来参加任期议啊 不是你什么倒次啊 你也配来参加好守护的任期议 这是什么呀 我看看 哎 对吗 这鞋金贵的起啊 弄坏了 你可以起吗 哼 现在赶上给人提鞋了 你懂屁 知道这是谁鞋吗 这是好守护亲儿子的鞋 有什么概念吗 我 胡来 是在给好守提鞋 提个鞋这么得意吗 这不懂人话呀 我表哥 是在给好守提鞋 我哪个字啊 连给好守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知道不 胡 鞋 你 你 你干什么 这位置是你能坐的吗 我起来 一个位置而已 我为什么不能坐 哎 你瞪担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个椅子明显和其他的鞋有所不同 这个是给好守护亲儿子准备的 你坐这 就是不一个好说面子 我靠这你不早坐 陈建 没事 你就坐在这 陈建 不是你是不是跟这傻子待久了 自己也傻了呀 这是好少专属的位置 他有什么资格做 小剑要是没资格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有资格 会飞呀 不是这小子幸好啊 你是不是就把他当成好少了呀 实话告诉你吧 小剑的真实身份 就是好守护的新生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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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你说这个吞憋 是好守护亲儿子 哎 老子 你脑袋是不是让门夹了啊 我明白了 孟宇飞 你之所以拒绝我的提琴 非能跟这小子结婚 是你把他当成好守护的亲儿子了呀 哎呀 只可惜呀 你跟错人了 你怎么知道我就跟错人了呢 你用你的猪脑的心情 这小子 没钱没事 是之前还是个废物费序 他除了一些好 他跟好手夫有办法相关系吗 是啊 对 我自己什么情况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怎么可能是他儿子 你看看 他承认了吧 既然你都有自知之明了 还不敢接 小剑 你就在这 今天我带我看看 谁敢让他滚出去 没脸不要脸 我太总 好嘞 谁动的手啊 畜生 谁让你动的手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爸 爸 你打大伙干什么呀 我扶担打他 老子还要打你 告诉你们两个 老老实实在后台待着 好少来的时候 再出来 爸 我这不是想提前看见好少吗 对 这一层 他居然敢坐好少的位置 你还给我收拾 收拾他 你知道他是谁呀 收拾他 他没有一个小别三人了 你给我闭嘴 两位不好意思 我这儿子脑子有些不好使 我再给我把他带下来 哎不认亲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一会还要给好少穿鞋啊 赶紧跟我过去 哎呦您一起过来 哎哎哎哎爸 哎呦 这是什么情况 小剑 我就说了吧 在这里 没人敢对你 我带着 我带着 爸 咱们为什么不坐第一排啊 非要坐这啊 你懂什么呀 深陷啊 是全云城的桃木 你坐来参加一个人 怎么你叫啊 谁让所有 Voy 那凭什么好有见 那个非我说第一排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哎 那个臭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侍叱 你去给他哄子 哎 他又做 你就这样打坐 那个位置是好守护亲儿子都不错 看他怎么死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守护和他的夫人隆重登场 这两位是不是好守护和夫人 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啊 感谢大家的到来 多年以前我和我的夫人游歉 因为一些意外 和自己的儿子总散了 如今费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 今天是我们相认的日子 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个 弥补或失的机会 接下来有请好少登台 好 好少终于又现身了 不知道我想什么样 爷爷你说这好少 那不得有老多钱了啊 哎 他要是我们女婿 那我做愣豆的笑醒了哈 哈哈哈哈你可别做慌 那好少是好守护的 那都是人中荣褥 还能看上你鬼女 妈 别说了快就会 啊 人呐 说你呢上去啊 说什么 哎呀 二 站住 莫语妃 啊 站住 莫语妃 干什么 他也这个废物上台 不是你疯了吧你啊 人家叫好守护的亲儿子上台 那要什么关系啊 回不来 没有回不来 人家都去想 妈 不是你到底在怂什么呀 这小子 坐好少的位置也算了 现在还敢破坏好守护的任情因 我今天必须替好守护 教训这小子 长长 你要收拾什么呀 就是他好守护 这小子之前冒充您儿子四处招勇撞骗的 被我们俩识破了他还不承认 你得好人教训什么呢 我倒要问问 你怎么知道他是冒充 你又怎么知道 他是招勇撞骗 因为他就是一个到处招勇撞骗的废 老夫 这小子我之前见了 上一次在拍卖会上 跟这几个老东西骗了我五千万 这一次 又冒出您儿子骗你 真是该千刀万刀呀 好守护 我是他前妻 这个人啊我再了解不过了 他就是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除了洗衣送饭 什么本事都没有 说他是一条狗啊 都是排除他 那前段时间 我就跟他离婚了 对对对 我证明啊 我是他前老丈母 他就是个废物 我就把他赶出去了 是吧 好守剑 没看见好守护已经生气了吗 还不识笑点赶紧滚出去 不是守护夫人 你打我干嘛 是啊 守护夫人 这小子冒充你儿子 我表弟这是在帮你啊 如来 你给我闭嘴 爸 你干嘛又打我 你到现在还看不出他是谁吗 他们就是一个照样照片小白脸吗 你是好守护的儿子 啊 他 他真是好守护的儿子 我不是在做梦吗 那我岂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哪里弄错了 就那个废物家窝囊费 本不是好守护的你亲儿子呢 我不信 你现在信了吧 哈 我真是好守护的亲儿子 我不是在做梦吗 傻瓜 当然是了 有感觉 应该是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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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就是了 你是之前帮我一个阿姨 傻孩子 叫什么阿姨 叫妈 其实我和你妈 早就找到了你 就是在这你一直办法无法接受 一直不敢跟你相认 所以今天取换了 相认宴 你觉得 你惊不惊喜啊 我太惊喜了 啊老子 你是不是总说我这个 当然了 我刚才就告诉你了 不是你自己不相信吗 好上好上 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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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我俩 永远不是太人 对见动物头子 哎对对对 哎哎好上我 之前是我们瞎了我们的狗眼 哎哎 你大约大料就原谅我们呗 对了 我们这给您准备的鞋 你看我都给您几一天了 你给穿上呗 哎哎哎 哎哎 你给我这穿鞋 你得配 嘘 不得你过来 平时 怎么教育而已 竟然敢惹到我儿子头上 老师父饶命 不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严加管教 严加管教 呵呵 你真以为我这么好功能是不是 挺好了 今后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两个黄膜蛋 出现在我面前 懂我的意思吧 懂 懂 对于你来讲啊 老大 将来你可要继承我的万亿财产 你要给我收拾人 来 你做主 小姐 小姐我说了我真的就能说了 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情绪上 你就原谅我吧 知道你可原谅我 以后我给你洗衣送干 暖茶送水 给你暖床 在你的心里的话 原谅 你一人散散散散你去 我才行 哎呀 你是好女性啊 我是你丈娘啊 那之前我对你躲着我啊 现在你是首富的儿子了啊 你不得包打包打我啊 拿开你的当手 你以为我不知道小剑在你家这些年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们是怎么欺辱他的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样报复你们 你们今天竟然敢在这儿 要报打 来啊 你不得了 他们给我扑走 永远在云头消失 哎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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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這又怎麼畫呀 沒關係 不會畫是不是 別教你 哈哈哈哈